我們上禮拜最後看了變異數分析 這個其實 雖然我們不會 這個計算過程當然我們應該是會 就是讓電腦去算 但是怎麼去用或它的基本概念應該要知道 變異數分析我們上次說過 它其實有分兩類 一個是單向的一個是雙向的 那單向的變異數分析它比較單純 它只是做平均數的差異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兩個變異 就是兩個平均數 就從兩個母體去取平均數來比較它 來檢定它到底是不是差異很大 那那個是兩個母體 那超過兩個母體以上 變三個以上的母體的平均數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不方便直接用 直接用平均數用樣本平均數去檢定它 到底這兩個 這兩個樣本的平均數到底有沒有相差很多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改用變異數來看 用變異數來看 所以上次有提到說 如果是兩個平均數 我們一般大概不外乎就是用T減定 如果是用取樣樣本數分析的話 那超過三個就是利用 就是所謂的變異數 那是單向的 One Way ANOVA 那One Way ANOVA 它基本上只是查 去查一個什麼 一個變數而已 一個變數 那上禮拜我們已經看過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雙向的 雙向 雙向的話基本上就是有兩個 有兩個變異數 有兩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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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個變數呢 我們這時候不是只看它的平均數而已 我們這時候要看這兩個變數 他們之間 對某一個 某一個它關切的 相關的這個變數之間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影響 所以 這邊我們單向的我們就跳過去 單向的計算 我們上次說過其實就直接用 利用這個 這個Excel裡面的那個 資料分析裡面的 單向變異數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所以這個計算過程 我們 其實 考試應該也不會考 但是你們要知道怎麼 題目給你們 你們要怎麼去利用 去找出 利用 Excel也好 它就幫你自己去準備出一個這個東西 那這個表呢 這個Summary的table裡面 這個什麼意思 每一個color代表什麼意思 要知道 像什麼叫做平方和 對不對 那這個自由度是什麼 均方是什麼 然後最後 跑出一個F的Test Value 那這邊的邊緣有包括什麼 群間跟群類 這個東西是什麼概念 這個都要知道 基本上我不考計算 但是這個概念要知道 好 那如果檢定完知道 如果發現這三個 或三個以上的母體的樣本 平均數有很顯著的差異的時候 那到底是哪兩個差異 那接下來我們是有談到這兩個 雪菲爾跟Tewkey的檢定 那這兩個檢定其實 基本上也是透過 必須要量量比較 因為這時候要看看 它到底是哪一個差異的時候 這時候必須要量量比較 那這時候會有一個 有一個一樣是一個 一個基準值 就是臨界值 那這個檢定值 那這個檢定值 知道之後再去量量比較 它的這些 兩個樣本的平均數之間的差異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是低於它的這個 所有的檢定值 這個我們上禮拜都談過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就挑過去了 好 我們接下來看就是雙向 雙向是兩個 兩個變數 那這兩個變數呢 現在是基本上我們把它視為 是兩個獨立變數 或者說我們叫兩個因子 那這兩個因子呢 它會有一個 再對另外一個一變數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是 討論三個東西 兩個是獨立的變數 然後這兩個獨立變數 對某一個一變數 那這個一變數的概念就是 我們之後接下來要看 拉回來看第十章的那個回歸 或相關分析那裡面的概念 就是 變數會有所謂的獨立變數 跟一變數的概念 那獨立變數跟一變數的概念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函數的概念 就是Y等於Function of X X就是獨立變數 Y就是一變數這種概念 那現在只不過它現在 減定是兩個獨立變數 對某一個一變數的效果 那除了這個個別的變數 對一變數的效果之外 因為你是兩個變數 同時對這個一變數有影響 所以它會不會 這兩個獨立變數 會不會因為有一些交互作用 就是加乘或是相減 不管 反正它就是交互作用之後 來產生對一變數的影響 那這個也是我們可以透過 雙項變異數分析 你們去看出來的 懂懂 所以以往我們如果只有一個 這個單一的獨立變數 對單一個一變數 當然這個我們如果單一個 那我們可以用 待會我們要看的 第十章的相關分析 或者回歸分析去看 那現在如果你是有兩個獨立變數 對一個一變數的時候 那這兩個獨立變數 對一變數的影響 它會不會有所謂的交互作用 這是兩個會有加乘的效果 或者是相減的效果等等 那這個裡面 那還有個別獨立因子 對它一變數的效果 這個我們都可以在2LNOVA裡面去看出來 那這個例子 我們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就是說假設我們在檢定肥料跟土壤 對所謂的生長效果 所以肥料跟土壤 這兩個就是什麼 肥料跟土壤這兩個就變成是獨立的因子 這兩個是獨立的因子 那它的一變數呢 就是它所影響的因子是什麼 就是它的成長 植物的生長效果 所以這個就是符合我們可以利用 當你有這樣的一個議題的時候 要去討論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所謂的2A ANOVA 雙向變異素分析去做檢定 所以獨立變數是肥料跟土壤 一變數就是它植物的成長力 那植物有成長 它可能也許可以去量它的什麼 量它的長的高度 或者是說它的收穫量等等 所以這個都可以去量測 好 那當然其實影響植物生長 其實也不只肥料跟土壤 那當然它是要有一些假設 就是說其他的因子 它就會盡量去讓它保持固定 讓它保持固定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他因子都固定 我們只討論肥料跟土壤 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用2A ANOVA就還蠻適當的 那我們一般可以把它分成 就是寫成一個表 寫成一個表 那基本上因為兩個變數 所以一個變數就是一個軸向 那如果土壤當橫軸 那土壤的種類1 跟土壤的種類2 這就是橫軸 那另外重軸是什麼 就是它的肥料 可能是A1跟A2的肥料 那這個就變成是一個table 就是一個2乘2的表格 那你說我的土壤種類 萬一不只兩個呢 那三個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基本上這個category 這是discreet的 這是離散的 所以土壤種類可以1 可以2可以3都可以 一直增加都可以 那植物肥料當然也不可能 只有1跟2 A1跟A2 搞不好A3等等 所以它這個表 是可以去擴充的 所以不一定是2乘2的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2Dimensional的一個table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table裡面的這個網格 這網格裡面是記錄什麼 這網格就是你要記錄它的什麼 植物的生長啊 就是在土壤1跟植物肥料A1的情況之下 它的什麼 它的生長的情況嘛 那它的生長情況 我們剛剛說 它可以類似利用 利用它的植物的高度也好 或是它的收穫量 所以這些都是 你去量測 在這樣的一個土壤情況 在這樣的一個肥料情況之下 它的這個土壤 它的這個植物生長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網格裡面所要觀測 觀測的資料是什麼 就是它的1變數 好 植物生長 好 那這裡面 這樣子弄一個表格之後 我們之後去做分析 去做分析 那分析的過程中間 我們剛剛說過 它要討論所謂的 獨立變數對1變數的效果 那這是個別的 是個別的 所以它可以討論 土壤對植物生長傾形的影響 土壤 土壤對植物生長傾形的影響 或者可以討論 肥料A1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或者肥料A2對 對植物生長的影響 那這種影響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主效果 就是個別獨立變數 對1變數的這個效果 叫做主效果 它就是一個primary 主要的效果 好 那主效果當然就是 如果你是兩個 當然就是 基本上兩個變數 我們基本上脫位 這兩個變數 所以基本上會有兩個主效果 兩個主效果 那另外 還有一種就是 交叉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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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互作用就是說 假設說 A2 A2的土壤 搭配土壤1的土壤 那這樣的話 這樣子的這個 成長有沒有影響 那就是把這兩個效果 把肥料加土壤 那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對成長 對成長 有沒有影響 那當然你就很多種組合 你包括A1 對第一個土壤 對不對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 四種這種組合 那這些組合出來的成果 就是交互的影響 對我們的職務成長 有沒有影響 那這個就是交互影響的作用 所以在2L NOVA 它可以檢定這兩個效果 好 那你要去檢定它的效果 當然就是 要回到我們之前的假設 檢定的這個概念 所以你一樣有虛無假設 你一樣有什麼 對立假設 所以他們當統計學家在講的 就是這些啦 就是在假設檢定 即便我們之後 我們之後要談第10章的那個 回歸分析裡面 它也是一樣有它的假設檢定 所以一樣都有這個概念 所以假設檢定基本上 它一樣會有虛無假設跟對立假設 那但是因為雙向變異素分析裡面 它的討論的情況比較多一點 所以它基本上會有很多種假設 包括每一個獨立變數會有一個虛無假設 就因為我們剛剛說 獨立變數對一變數的影響 那個叫主效果 那你有兩個獨立變數 所以你就會有兩個 兩個獨立變數就兩個什麼 虛無假設 單獨看某一個變數對一變數的有沒有影響 那就是一種假設 虛無假設一般就是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所以兩個獨立變數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每個獨立變數有一種影響 虛無假設 就是類似我們在第二跟第三這邊寫的 H0 那我們因為肥料對影響 肥料對植物成長有沒有影響 所以它這邊假設虛無是不一樣的肥料 對平均成長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就是什麼 虛無假設 那土壤對植物有沒影響 所以不一樣的土壤對植物平均成長高度 無差異 所以這個是每個獨立變數 這邊就有兩個 兩個虛無假設 那當然它的對立假設就是 假設就很簡單嘛 虛無就是沒有啊 它對立呢 對立就是可能 對立當然我們更精確說 應該是有大於小於或不等於嘛 對 那我們這邊大概就是討論不等於啦 所以 它的對立假設一般就是 沒有差 有顯著差異 這個沒有差異 虛無是沒有差異 那 H1呢 對立假設就是有差異 那有差異是 大還是小 我們不管 我們只要是有差異就可以了 所以 對立的假設都是有差異 有差異 好 那這個是所謂的主效果的虛無假 主效果的假設 假設說明 那剛說還有一個叫交互作用 那交互作用 它只有一種嘛 就是兩個變數之間的交互作用 所以它的虛無假設就是 它說植物生長裡面呢 肥料跟土壤之間沒有交互作用 就是肥料會影響肥料土壤影響土壤的 它們之間沒有所謂的交互作用 那這個就是它的虛無假設 那 對立假設當然就是有交互作用 所以基本上會產生在2Anova裡面 它會有三組假設 三組的假設 統計假設 好 所以這是比較特別一點對不對 因為我們之前不管是1Anova 或者是之前的所有的檢定 它基本上都是只有一組 就是虛無搭配一個對立就這樣 那2Anova就稍微複雜一點 它就變成是要考慮 它的所謂的主效果 跟它的交互影響效果 所以它會產生三組 所以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而且還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個待會也會看得到 就是說交互影響作用如果是顯著 如果是顯著的意思 就代表是虛無假設還是對立假設 是成立的 如果交互作用是顯著的情況之下 交互作用是顯著代表是虛無成立還是對立假設成立 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 交互作用顯著就是有交互作用 對不對 所以是顯著的啊 所以當你的交互作用顯著代表你H1是成立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呢 它這邊有一個說法 這時候是說 如果你做這個study 你發現交互作用是顯著的時候 那你要先考慮它的交互作用的效果 再來談它的所謂的個別因子的這個假設檢定 所以這個變成是交互作用是如果顯著 它就是一個比較dominant 它就是一個主要影響的因子 那當然除了主要影響因子之外 個別影響因子有沒有影響 不一定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是 就是 因為這基本上都是統計所呈現的數字而已 那你真正要去探討它的裡面有沒有影響 就是說交互作用如果影響 那個別因子它到底有沒有影響 即便它的假設檢定是說有影響 但是你還是要去 因為你有時候是對這個dominant 你如果稍微 如果你在做這些假設檢定的人 你是這個專家 這個領域的專家 像是他們在做生物統計的人 那生物統計的人 一大部分 一大部分都是所謂的生物專家 那生物專家他們在做這些study的時候 他可能有一些domain的know-how 他有這個專業的知識 他可以搭配他的專業知識去判斷說 當如果你交互作用是顯著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這個個別因子的效果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專業上的判斷說明 雖然它的假設檢定告訴你說 假設交互作用又是顯著 那假設它的個別的主效果也是顯著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去說明 但是你的說明就可能要搭配一些專業的 你的專業的know-how去說明 但是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說 如果你交互作用是顯著 你一定要先考慮這個交互作用 就是說under這個交互作用的情況之下 你再去考慮個別獨立因子 或獨立變數對一變數的影響 所以要在那個前提 在交互作用的前提之下 去討論個別因子的影響 所以這個是在做研究裡面的論述 最後的結果的論述的時候 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 Toyalnova因為它會有交互作用在前 然後之後再來看個別因子的主效果 的一個概念 但是如果你交互作用是不顯著 當然你就可以不看交互作用 直接看它個別因子的影響 意思是這樣 所以在Toyalnova裡面交互作用 是一定要先去討論的 那如果交互作用不討論 你直接討論 如果它已經是顯著了 你又不討論交互作用 直接去看個別因子 那這樣的論述 在對統計學家來說 他覺得這樣是可能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所以交互作用顯著 你要先考慮它 你不應該要先考慮個別因子的效果 概念是這樣子 OK 好 那至於這個 Toyalnova它其實我們剛說過 它可以擴充到什麼 像你這邊如果是三個 這邊三個也可以 那矩陣就變成是一個三乘三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是三四 所以不一定都是要三三 你這邊三個 這邊四個都OK 反正 這是可以去設計的 這個攸關 你要怎麼去做你的實驗設計 因為你的實驗設計 就會影響到你的這個Toyalnova的這個表格 對不對 好 好 那邊 哇 那個 拿電子 這邊還是有一些假設 嗯 假設什麼呢 來 通常一樣 母體的常態 然後或接近常態 樣本獨立 然後還特別 母體的變異數要一致 當然這個 所以在很多假設情況之下 說實在我們 有時候 要怎麼說 你真的知道你的母體的變異數是一樣的嗎 說實在 我不知道 這個反正 因為你在做 因為統計學家也好 或數學家 他們在做一些理論的開發的時候 他都要有很嚴謹的定義 那這個嚴謹的定義就是說 像在做Toyalnova 他認為母體的變異數要一致 那我母體都搞不清楚是什麼 我怎麼會知道母體的變異數會一致呢 那所以他就假設 有沒有 他就變成是 有時候是你要先假設說 你的母體變異數是一致的情況之下 你才去做這個雙向變異數分析 所以這個 比較特別 那另外群組的樣本數一樣 這個當然很正常 這個 我們都是一樣要這樣做 好 我們直接用這個例子來看 來 我們找人念 這個 吳冠婷 來 念一下 變異數分析 決定是否主持在交互作用 因為 汽油總被帶來的效果不低 因為 氣氛反射帶來的效果 是不是 減較於低 以下 是 核材料表 可以在 標 好 等一下 換個電池 打不開 好 好 那這個表呢 它基本上 就是實驗設計裡面 它會有兩個獨立變數 所以它的獨立變數就是 車種 一個是什麼 汽油的種類 對不對 那我們要看 車種跟汽油種類 會不會影響它的 一變數 所以它一變數是什麼 一變數 是 代表這個數字嘛 那這是數字什麼意思 啊 數字什麼意思啊 實驗 直接 油耗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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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油耗量嘛 所以我們當然要看什麼 車子跟汽油對油耗量有沒有什麼影響 那這個比較 這邊基本上也是一個2x2的表格啦 但是它2x2的表格裡面這邊會有兩個數據 所以這個 待會兒我們在用ECEL去做的時候呢 它這個概念就叫做重複的實驗 重複的實驗 就是說 比如說 在二輪 像這個例子 在兩輪傳動搭配一般汽油 理論上它只要有一個數據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它現在做兩個 做兩個數據 就是它有兩部車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這個叫重複實驗 重複實驗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你這邊搞不好有好多 搞不好你也把全部的實驗都做完 然後最後取一個平均值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個做法 那這樣的話 這邊就變成只有一個一個數據 那有時候它為了實驗要忠實的呈現它的原始數據的情況之下 這邊它可以做好多次重複實驗都OK啦 所以它這邊就是有兩個重複實驗 那所以這樣的話它就變成是有八個數據 八個數據這樣 好 那所以 那怎麼做呢 因為它就跑出來的結果 也會是類似我們所謂的這個 One Way ANOVA裡面的那個 Summary Table 那個那個表格 那那個表格裡面呢 就會一樣會有變異來源 然後會有它的所謂的均方核或平方核 會有所謂的自由度 會有所謂的均方 剛才這是平方核或均方核 然後自由度再有它的均方 然後還有一個App減定值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表格當然我們透過Excel 它可以幫我們做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不算了 這個算的過程還蠻有點麻煩的 你看它算半天算半天算半天 最後才算出這個東西 算出這個東西 好 那算出這個東西 我們先看這個表好了 這個表待會兒我們用Excel 可以同樣做出來 好 那這個表裡面呢 它的變異源有汽油 然後有車種 然後還有它最後多一個就是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 然後最後是它的群內的物差 那這裡面 那這裡面 嗯 記不記得上次談平方核是什麼意思 平方核我們再回來最前面第一 前面再講One Way ANOVA的時候 平方核 平方核 平方核是什麼 平方核就是我們的最後再算 就是把 再回來看到這個 平方核是這個 就是你的 個體的平均數減去它的總平均 這個叫做 它如果也是One Way ANOVA 叫群間變異 叫群間變異 好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誤差的平方 sum of square 一般就是誤差 只不過一個是群間 一個是群類 所以它這個基本上就是誤差的平方 那誤差的平方 再取 再把它處理自由度 就會變成它的均方 所以我們上次說過 這個sb square的分子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sb square 就是它的所謂的 群間的平方核的誤差 這個基本上是平方核誤差 所以它這個標記是在這裡 另外這個群間的平方核 它的自由度 就是它的這個樣本數-1 那把這個s sub b 除以k-1 就會變成是它的均方 對不對 然後再算出群類的話 群類是另外一個算法 對不對 群類的算法是類似是這樣 是一樣 基本上就是它的變異數的平方 變異數的平方 然後再處理它的自由度 所以sw SSW的話 就是它的群類的平方 反正基本上這些都是所謂的 誤差平方也好 或者是叫做變異數 類似變異數的概念 那再把它除 除以它的自由度 個別的自由度 就會變成它的均方 那均方完之後 我們之前是說 因為1-1-0把 就是把這兩個相除 就得到它的f-減定值 這是上次看過的summary table的概念 所以我們不是上次最後跑出來的結果 也會得到一個類似這樣的 這個就是1-1-1-0把的summary table的一個表格 然後最後會看出它的f值 對不對 所以2-1-0把其實概念也是類似的 所以2-1-0把裡面 它這裡面 只不過它的 它的列 它的列這邊會更多一點 所以你做出來的結果 它會有 汽油的平方合 就是它的類似變異數的概念 車種的變異數的概念 那它的自由度都只有1 所以它可以算出它的均方 然後也可以去算出它個別的f值 然後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 它是一樣 是它的這個平方合 然後除以它的自由度也是1 所以它均方也是1 所以可以算出交互作用的什麼 f值 所以重點是在它算出來後面的這兩個 這三個f值 因為我們最後在做檢定 還是要有一個檢定值 那這個檢定值都是用f 那f主要是做它的什麼 變異數分析的概念 f是變異數分析的概念 好 然後要去看它的什麼 看它的這個 跟它的檢定值 那它的檢定值 我們剛才 有沒有看到 剛才這邊並沒有告訴我們檢定值 但是 好 但是我們要先陳述 先從頭來看 就是它的假設的部分是什麼 先做交互作用的假設 就是油耗 油耗跟你的汽油種類 跟駕駛的車種是沒有交互作用的 那當然對立就是有交互作用 那另外針對汽油 有一個汽油的假設 就是對汽油對油耗沒有差異 對油耗沒有差異 那汽油有差異 對油耗有差異 這是對立假設 那車種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先把這三組假設先把它寫出來 然後這裡面呢 大家有沒有講它的那個 它這邊其實 例子裡面應該還是用alpha是等於0.05 alpha是0.05 那alpha是0.05 它的這個 我們可以去找出它的什麼 找出它的這個 F的這個Value對不對 那那個F的Value是怎麼算 就可以利用Finvert Finvert.rt 因為這個都是F減定 F減定都是用右側嘛 我們上禮拜有說過 F減定都是右側 它沒有左側 因為它的 它的所謂的虛無的話 基本上都是比較 已經靠近 非常靠近這個F分配的左邊 那F分配是一個大於等於0的分配 所以F 如果是虛無假設 它就接近於所謂的 原點這邊 所以它並沒有小於0那塊 所以我們在做F減定 都是右側減定 所以它的減定值的話 當alpha等於0.05的時候 它的減定值是用F.invert.rt去算出來 算出它的那個減定值 那當然這F減定值會跟你的分母 跟分子的什麼 的那個自由度有關係 對不對 上次我們看過嘛 那至於2.anova的分子分母自由度什麼 這個其實我們也不用注意 因為之後我們反正 Excel會把你全部算出來 所以這樣的話 這個是你自己 個別的 個別的汽油跟車種 去算出來的這個F值 還有交互作用算出來的F值 然後再去跟它的減定值 那它的靈界值 跟F減定的靈界值 那它的靈界值都是7.71來比 那你就可以看出來 4.75是小於它 那11跟65都是大於它嘛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利用 這三個數字 F的test value 跟你的critical value去比較 然後來決定什麼 來決定它的虛無 假設是不是要被拒絕 或被接受 所以以汽油的概念來看 汽油的話 它是4.75 4.75是小於7.71 所以它是落在什麼 非拒絕域 所以它的虛無假設是要被支持的 就不被拒絕了 有沒有 汽油它的F減定出來的值是4.75 那你的critical value都是7.71的情況之下 這個汽油這個是F減定值是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代表它的虛無假設是不會被拒絕 那虛無假設不會被拒絕 代表汽油怎麼樣 汽油對它沒影響吧 對不對 汽油對它的油耗沒影響 那車種呢 車種是11.733就大於7.71 那所以當然它就是落在拒絕域 所以虛無假設被拒絕 那當然代表車種就對它有影響 所以這個都是個別因子的主效果 那交互作用呢 交互作用影響更大 你看交互作用是65.52 所以65.52元大於7.71 它的離介值 所以怎麼樣 所以當然它的虛無假設也被拒絕 所以代表它的交互作用是不是顯著的 交互作用就是顯著的 好 那交互作用如果是顯著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這時候 這邊有個結論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你的交互作用是非常顯著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進一步探討的時候 你不應該下任何有關於車種如何影響汽油油耗的結果 就是因為交互作用影響是顯著的 所以我們剛剛說過 你的個別的主要的作用 不管汽油或車種 因為汽油我們基本上已經是不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可以不用看它 但是車種呢 車種看起來它是有點有顯著的效果 但是因為你的交互作用更明顯了 所以你要需要去進一步討論 進一步討論意思是 也許你要需要再去做另外一個實驗 另外做個實驗去單獨去看車種這一塊 車種這一塊 所以沒有進一步討論 你不應該下任何有關車種會影響油耗的結論 所以就不要再 雖然它的 雖然它的這個 假設檢定的結果 車種是顯著的 對油耗是顯著的 但是它的交互作用更顯著 所以除非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不然的話 你這個車種 對油耗的影響 你是不應該去做一些 下任何結論的 所以大概 Tuel Nova的概念是這樣子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看 好 那這個例子 我們如果 要真的要去算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Excel直接去算 好 這個這個是 就是 如果你把你的這個資料打進去 就像我們課本的 那 這個是你可以打進去的資料 那你就按照課本的那個表格方式 所以 一樣 橫軸是什麼 就是你的車種 對不對 兩輪跟四輪的 然後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說 你的原來汽油是就一般跟高新丸子 但是因為你這時候做了每一個 每一個網格你做了兩個實驗嘛 我們說過他有做重複實驗 所以你這邊反正就打兩個就對了 一般一般的 這兩個 這邊有兩個 然後高新丸子也是兩個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成是一個 有重複實驗的一個 一個表格 你知道嗎 就是你把數據打進去而已 那打進去的時候 只是標明清楚一點而已 那 那這個裡面的重複的就是你的兩輪傳動 就會做兩次 對一般 對一般的汽油做兩次 高新丸子也做兩次 四輪傳動也是一樣都各做兩次 所以他這是有個重複實驗的 那接下來你怎麼去 去產生我們下面的這些計算的結果 你這邊 每次都被取消掉了 所以我們要每次都要重來 一樣先把那個資料分析那個先打開 爭議集 爭議集裡面的 分析工具箱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這邊你要注意到這邊有一個叫做 剛才我們之前看的是單因子有沒有 那現在變成是雙因子的變異數分析 然後這邊是有重複實驗的 要選一個重複實驗的 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就產生一個對話框 就這樣子 那輸入的範圍 輸入的範圍 那我們這時候可以把它選 就這一塊 就是把這個剛才我們這邊 好 那這個是重複的實驗 所以你這個每一個樣本的列數 每一個樣本列數就代表它重複幾次 重複幾次 那這邊是重複兩次 α 重複兩次2 那如果以後你這邊有三次 你這邊當然就寫三 那你的α0.05或0.01隨便 這是你自己訂的 好 那這樣其實就是你要下的參數就這樣子而已 接下來它就全部幫你處理完 那我們可以讓它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好了 就按確定 OK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得到一個計算出來的結果 那這裡面呢 它就先告訴你 這是一個雙因子變數分析 這是一個重複實驗 然後接下來它有一個摘要 就是它會針對個別的獨立變數 這是車種 車種對一般的 或者是高 車種對高星晚直的 它個別有一個算出來的一個結果 然後最後一個總和 但是我們重點是要看這個ANOVA這個表 這個ANOVA表 這邊不一樣的地方要注意到 它這邊跟課本有點不一樣 是它並沒有告訴你 像課本我們那邊有寫說什麼 汽油啦 什麼車種對不對 但它這邊只告訴你樣本跟藍 那你可以去比較一下 它的樣本的意思就是什麼 樣本的意思就是 就是橫 我們的樣本是什麼 樣本是橫的 樣本就是它這邊有兩個樣本 所以它是 這邊是指 指汽油 指汽油 所以這邊的樣本的意思變圓 變圓就是變異數的來源 這個是樣本 那樣本的話是指橫的 然後它有兩個樣本 所以它得到的這個SS SS就是我們剛說過的就是平方和 Sum of Square 對不對 就類似我們課本的這個 平方和啦 所以你看課本平方算出來是3.92 它是代表汽油 那你這邊 算出來3.92 它是在那邊講樣本 但是樣本其實就是指橫色 因為它這邊是重複的實驗 所以它有兩個重複的樣本 那3.92自由度1 它的min square就是這個 3.92除以1 所以算出它的減定值是4.75 那它額外告訴你什麼 它額外告訴你它的p value 那當然 任何的減定都可以搭配p value 就是可以利用機率的方式去做它 所以它的p value是0.09 那它也告訴你 它的臨界值7.7對不對 好 那所以其實你只要 知道臨界值跟知道f 你就可以去算了 就可以去比較了 對不對 那剛剛得到結果也是一樣 你4.75小於7.7嘛 所以這個是小於 小於臨界值的話當然它如果在非聚絕域 對不對 那藍的部分也是一樣 藍的部分就變成是車種 那車種算出來的這個f值是11嘛 那臨界值也是一樣7.7 那算出來的p value是0.02 所以你看像剛才用p value 你可以看出來 0.09跟我們的alpha剛剛設定0.05啊 所以0.09跟0.05比 0.05比較小嘛 對不對 那0.09比較大 所以代表你從p value 你可以知道它這個樣本的 檢定是落在非聚絕域嘛 那接下來藍就是所謂的車種 那車種的話 它的p value是0.02 0.02小於0.05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它是落在聚絕域啦 那你可以從f 檢定的值跟它的臨界值去比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最後交互作用 那當然這個 跟課本算出來也是一樣啦 交互作用它的p value非常小 是0.001耶 0.001 那 所以f值是65 它的臨界值也是7.7 所以它遠大於它的臨界值 所以是落在聚絕域啦 那這裡面是它的組內的這些 那個就可以不用看 所以 我們利用這個2L NOVA的這個計算 你就可以得到它的這些檢定數值 那你就可以去對你的原來的這三組檢定耶 三組的假設 統計假設呢 去做一個論述 去做一個論述 好 這個大概原則上是 這樣子一個概念啦 所以2L NOVA 它可以告訴我們更多的資訊 特別去比較兩個 獨立變數對異變數的一個影響 那交互作用情況是怎麼樣 好那這邊接下來課本有談到 就是說如果我們再把它的這個 數值去換它的 畫一種叫做平均數圖 就是說 剛才像是兩輪傳動 對一般的它的平均值是多少 兩輪傳動對高新碗值的平均值是多少 這個可以直接算出來對不對 那你去把它畫成這個圖 畫成這個圖 這個圖一個是什麼 橫軸就是它的一個變數 縱軸是它的那個RPM 好 那 因為你有兩個什麼 兩個氣 兩種汽油嘛 所以你會畫出兩條曲線 也不是曲線 就兩條直線啦 因為你只有直分基本上就只有兩 當然如果你得到這個 把這個平均值 把這個兩輪傳動搭配一般的油耗 一般的汽油去算出它的油耗的平均值 然後跟高新碗值的平均值 去畫出這兩條直線的話 這兩條直線如果是交叉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知道 這樣的交互作用是顯著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去驗證 透過這個所謂的平均速度去做驗證 兩個交叉 所以它的什麼 是顯著的 但是有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叫做 非常態的交互作用 非常態的交互作用 那待會我們還有另外一種 所謂的常態的交互作用 那非常態的交互作用 非常態的交互作用就是說 你不應該在沒有考慮交互作用的情況之下 就要把個別去解讀它的主效果 那我們所謂的主效果就是個別因子 對不對 所以這代表說 就剛才我們剛才的那個例子 就剛才的那個油耗的例子說 你的交互作用其實是影響最主要的 那你如果交互作用影響是很主要 但是你同時也發現 它的車種也有一些影響 但這個時候雖然是它的假設檢定是顯著的 它的統計檢定是顯著的 但是你還是應該要先考慮交互作用 然後再個別再去談它的所謂的車種對油耗的影響 所以不應該再沒有考慮交互作用來解讀它 懂不懂 所以這個是當你有這種非常態的交互作用的時候會這樣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呢 就是說它兩條直線一樣是平均數的圖 如果畫出來是這樣 那這兩條是不平行嘛 那不平行當然它也沒有剛才有這個 cross交叉的作用 如果不平行但是沒有交叉的情況 這種叫做常態的交互作用 常態的交互作用 那如果是這種情形的話 也許我們就可以 當然它的交互作用是顯著之外 你還可以去個別解讀它 如果是這種情況 雖然是交互作用顯著 但是它的這個平均速度是沒有交叉的情況之下 這種是所謂的常態交互作用 那這時候你還是可以去個別解讀它的這個主效果 所以它有這個差別 懂不懂 這個兩個東西雖然都是所謂的交互作用都是顯著的 但是交互作用都顯著的情況之下 你再去個別去看它們之間的什麼 這種平均速度 如果是交叉的話 這個是非常態 非常態的話就是 你個別因子要去解讀它的情況之下 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是常態交互作用的情況之下 雖然它交互作用也是顯著 但是你這時候還是可以去解讀它的個別 解讀它的個別的這個主效果 是OK的 那如果是平行呢 那當然這時候交互作用就不顯著 平行是交互作用不顯著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直接去解讀它的主效果 好啦 所以這是不同的情況之下 在2LNOVA情況之下 當交互作用不管是顯著或不顯著 你要怎麼樣去應對它 去解讀個別的所謂的主效果的部分 好 那這個原則上大概就是我們 變異數分析要談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讓你們練習一個例子好了 好 那翻到課本的 你有沒有帶課本 那翻到課本的這個練習題的12-3啊 12-3的第五題 在討論溫度跟濕度對空氣之間的這個影響 對所謂空氣清淨機的影響 第539頁啦 12-3 第五題練習一下 這把數字打進去 然後跑一跑 然後看看你們的結論是什麼 好 這碗就先休息一下